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自然为洛阳带来了商业上的繁荣 唐朝皇帝也时不时会溜达过来洛阳走两步 显清二年 唐高宗将洛阳定为东都 武则天时期 洛阳更是从东都革命神都 虽然史书上说 武则天是因为王皇后和萧淑妃死后 冤魂不散而常年必居洛阳 但唐高宗在世时和武后二人就对洛阳爱得深沉 认为长安 洛阳不过是自家两个住处 换个地方住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至于冤魂索命的说法 我们则天大圣皇帝会怕这种牛鬼蛇神吗 高宗在位33年 七姓洛阳 武则天执政的21年更是几乎全在洛阳度过的 高宗与武后的长子李宏 也曾对洛阳慈慕不已 连监国都不干了 也要从长安来找老爹老妈玩耍 东都洛阳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够吸引这几位大唐权力巅峰的大佬 自然是有一些好东西的 唐代的洛阳城是在隋代东都基础上建设的 当年隋阳帝即位后 就下诏迎见东京洛阳 攻城即位浩大 重楼举阁 连踏动防 起立归齐 穷巧吉利 尽奢靡之势 隋阳帝还在城西修建了西院 周长229里还有余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嗯 然后隋就没了 但城都建起来了 咱不能浪费是吧 即使唐叔太宗烧了一些 但烧了还可以修 征官四年 太宗下令修洛阳宫 以备寻衅 此后对于洛阳的修建工作 在保证这座城市实用性的基础上 也没有忘记要满足权贵们享乐 所以说不是长安不够好 实在是家花不如也花香 当然 唐叔皇帝常年来洛阳的原因 也不只是为了游玩这么简单 高宗午后时期 关中的粮食供给已然落后于关东 自是通鉴记载 永存元年 尚以关中激进 米斗三百 将兴东都 至天保元年 长安所在关中地区人口 和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 也已经拉开不小的差距 因此长安对于草粮的需求日益增多 但黄河的这一段 河道狭窄 又多暗礁 草粮难运 陆路又花销巨大 高宗时也曾有洋务连 走开三门改良草运 可惜只留下残骸百姓的名声 并没有做成实事 所以直到开元后期 在玄宗对曹云采取的系列新举措 使长安粮食供应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他也曾数次姓洛阳 洛阳能缓和长安的粮食压力 这才是唐初几人皇帝 都爱往洛阳转的原因 另一方面 长安毕竟是李家的大本营 李唐王朝发家于关隆地区 原先的关隆贵族们 在王朝建立后 顺势成为了朝堂的主力 永辉六年 因为王皇后 屋住压肾之事 李一甫 徐静宗 先后上表请废王皇后 立武昭仪为后 李一甫和徐静宗 一个是和奸人 一个出身高阳许氏 显然 这场废王立武的事件背后 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 武则天 在这场斗争中 也建立关东世家大族 得分皇后 武则天登基后 如何才能坐稳皇位 平衡朝堂 为了避开李唐原先的官隆贵族集团 脱离朝堂的制约 鼓励说服之外 让他们离开原先的势力范围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才有了二十年的长居洛阳 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 朝堂政治上的话语圈 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最显著的一个事例就是 武则天时期 先后任命的五十六位宰相中 可查籍贯的 却有三十九人是关东基 几个原因叠加之下 武则天长居洛阳 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不过武则天将洛阳改成神都 神州之都 这么个名字 一人瑕疵无限 倒也给我们今天 丰富了不少电影游戏上的 起名元素 当然 当年武则天定名的时候 肯定是不会想这么多的 神都就好像武刀的名字一样 是昭显他 皇权高大上的附属物 那么如何维护这座 被赋予了神都之名的城市的安定 作为近来影视作品中的常客 不良人是必定要提及的 不良人掌侦查击补 由不良帅助长 不过 不良人的名字十分帅气 但本质上仍然只是差利 如今留下的记载也不算多 好在我们还是能在笔记故事里 看到一些不良人的身影的 比如《朝眼千载》里 记载了这个 升官时的中书使人郭振一 在随军出征辽东的时候 带回过一位高丽婢女 她不知怎么就得了郭振一的行种 令她掌管财物 每日夜间还必定要喝一碗 她煮的姜水粥 刀子都亲手递给对方了 高丽婢女也非常顺其自然地 给她下了毒 好在解毒极时 郭振一还活着 虽然派人四处搜捕 婢女却已经携带经营财物 消失不见 毒害官员不是什么轻罪 此时闹得沉中沸沸扬扬 眼见长安县和万年县 派人寻找良久不惑 此时的不良帅卫厂 略一次夺 记上心来 她请人询问 近时是否有人打听过 郭舍人的家宅位置 果然有一高丽人 给郭舍人家的马奴留了封信 卫厂历史且扔住了马奴 找到这封信 信上留书 金城坊中有一空宅 于是卫厂带人往金城坊 果然在一处锁折的空宅里 搜到了高丽人和婢女 不过破案倒也不是 只靠不良人的 唐代中央司法机构 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组成 地方上就有地方长官 比如周刺史和县令长官 一般来说 抓人审讯的流程是这样的 张三犯了事跑了 下面的官员会让 差利和不良人一起去抓捕 抓到之后 由苦主或者官方 显明犯罪的时间和事实 有点类似起诉状 进行起诉 若是地方上审理 则由县令和周刺史 一人主持审判 如果张三犯的事实在大了 是大理寺断语 则由大理寺城担任法官 大理寺镇 少卿 卿 连同储民负责 对于一些皇帝交办 或者地方转来的重大案件 还有会审制度 一般是由刑部侍郎 御史忠臣和大理寺卿 共同组成审判 但张三说 他冤枉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是复审换结了 一般情况下 就还是原来的审判机关复审 如果还是不服 那就找他们要不理状 然后逐级向上申诉 嗯 不理状就是维持原判的书面证明 如果张三这次犯的事实在大 判死刑了 那还要复奏制 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核准 唐太松就曾下令 翻决死刑 随令则杀 乃三复奏 如果张三成功证明自己罪不至死 只判了刘刑 家中又有祖父母 父母年老 生患疾病 如人照料的情况 还可以上报留存养心 当然这只是缓刑 如果张三家 还有别的人能照顾老人 又不想去边远地区吃苦 那就只能看他 是不是有门手艺在身上了 所以说学门手艺 还是很有必要的 张三若是已经学成出师 那就只要打顿板子 然后服役 不必再去遍地了 总之 作为普通平民百姓的张三 就不用想着 有什么天降特权 最简一等了 至于官员权贵 除非犯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大嘴 否则 减罪 抵罪 赎罪的法子 还真是不少 不过总的来说 唐代司法制度 还是挺完备的 作为两都之一 长居洛阳的治安问题 不必太过担忧 因此文人也好 官员也好 退居洛阳 营造园林的人 也越来越多 稍庸说 天下名媛中洛阳 可不是收了广告费的 往上追溯 洛阳的园林 最早鉴于典籍 是东汉 但隋唐前 最出名的四人园林 当属十重的金谷园 而润及规模盛况 洛阳齐兰记里 寺庙园林 则有盛出邪许 隋唐时候 来洛阳修园子的人 就更多了 明氏公亲也好 皇帝家亲戚也好 都曾在此修建园林 游园之乐 是那时候文人的 一大消遣叙述 十重宴请文人集会 而成就了金谷园 白居易 以年龄为叙齿 创建九老会 后人又仰慕白居易 有如欧阳修等人 自身八老 也有如司马光 在白宅故居 举行集会 洛阳园林的草木深深 多少也记录着 朝代兴衰 创作传承 洛阳城东讨李化 飞来飞去 落谁家 时至今日 洛阳已不再是东都 但漫长时光 为这座城市 客下的烙印 想来 也会依然伴随 些人诗文 而继续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